今天是零下一度 說實話有點冷 還好我穿了一條棉褲 這條棉褲挺暖的 我是在優衣褲花了30塊 挺便宜的 那有了它之後呢 可以不用穿秋褲了 我的駕駛證由於沒有交罰款單 然後被暫停了 我要去交通局把它更新 票據 License Thank you 他怎麼知道我是中國人 還給了我一份中文的 真的嗎 這是比是那個老外借給我的 我要還給他 Thank you 790號 現在才到744 好多人啊 你要是在美國生活 你一定要記得交罰款費 比如說過橋過路費啊 或者是水電費 煤氣費 電話費之類的 不要像我這樣 不要會被扣信用的 要知道信用在美國很重要 所以呢 不要信用分 不要被扣了 Uber司機正在招聘 這兩個包裹 有一個是寄去加拿大的 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個 都沒有到啊 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個 都沒有到啊 你要幹什麼 要寄東西嗎 嗯 我要開了 知道哪裡啊 加拿大 加拿大啊 嗯 看一下什麼東西哈 是鞋子嗎 什麼東西這個 這個是鞋子 需要買保險的嗎 貴不貴啊 這種東西 不貴 兩百多 兩百多 如果海瓜要抽查關稅的話 被抽到的話 收件人一定要付 不付的話 包裹會退回來 你還要付一次運費 兩百多也要付 兩百多肯定要付 那我寫五十行不行 可以啊 我就根本 你寫五十 他相信 OK 如果他抽查到 不相信你還是要付的 不過一般都沒事 我只能這麼跟你說 因為 是海關部門 我是控制不到的 然後你鞋盒一定要嗎 鞋盒 鞋盒要 要的話 反正我先跟你說一下價格了 因為你這體積比較大 體積大 不大 正常的話 第一半四十塊 第二半兩塊 在STARX上買鞋的話 他還有一個驗證的簽名 打開看看這雙六碼的 這雙六碼是女孩子穿的 不知道為什麼 五點五碼和六碼 只差了半碼 但是他們的價錢差別很大 正好這350有點偏窄 穿大半碼一碼的都沒有問題 我穿四十一八號的 都還可以穿九號的四十二碼 也挺合腳 六號好小喔 我拿來跟九號的做對比 再來跟七點五的做對比 這雙七點五和九號 我是打算要出售的 要是你感興趣的話呢 可以聯繫我 你要是真的喜歡 少一點賣給你也沒有關係 不然過兩天我就拿去Fly Cup寄賣了 還有一個就是 Supreme的春季時間表已經出來了 十三號可以看到他的預告相冊 十六號實體店春季發售 二十三號是網絡發售 你有沒有準備好荷包裡面的錢呢 不知道他會不會改變他現在這種先提前拿到票 然後再到店裡排隊的發售方式 關注我的頻道 我們盡情期待Supreme的春季發售盛況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殮 marriage 敬手 第3 abduct